在中国我们来说我们吃饭嘛 觉得很过分怎么也没想到 平常在公园认识的朋友 竟然趁自己不注意偷偷住进家里 韩国电影既成上流 就在家中真实上演 就是这个一二楼夹成的阁楼 这名46岁的朱姓男子 今年1月13号被女巫主发现 他偷拿自家的枕头跟被子 在储藏室里糊糊大睡 而且不知道已经住多久了 让被害屋主一家人好害怕 我们每天都关窗户 还有那个窗户 关来关去的人都不敢打开 处长事件反锁 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一名男子 睡于玉楼处长事件 就一切到罪局侵入住宅 以送侦办 协犯录网后法院依照侵入住宅 判他居20天 可一颗罚金2万元 女巫主认为真的判太轻了 因为就在人落网后 女巫主陆续收到电信公司的账单 后然发现 对方疑似还拿走先生的证件 偷办10只手机门号 如果要解约 还要10万元的违约金 让女巫主好头痛 高雄桥头证明 朱姓嫌犯看准 屋主行动不便 加上认知能力衰退的情况下 把人当肥羊痛仔 除了曾偷走对方 以让机车外 最后更亲门踏户入住 针对冒用身份 官司还在诉讼中 而女巫主只希望 朱姓嫌犯能行行好 不要再来骚扰 还给他们一家平静生活 TBS新闻 实际红流旋 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